也不用把它讲的很复杂 基本上它的作用就是储存资料 可以把它放进去 也可以再把它取出来 放进去就是新增 取出来就是查询 大部分就是这样子 OK 它就是一个类似储存资料的一个 一个地方 那我们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能够新增资料到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房贷的ACDB的一个资料库 那旁边有一个资料程式 那等一下请各位按开启 如果你要单笔的话 特别注意 这里面的话 我实际上 写了一个这个是什么 就是 Record 底线Click 这个是 当我们按一下那个按钮的时候 的一个事件 所以 你们等一下call的话 记得就是call到哪里呢 call到 城市开发人员里面的 Visual Basic 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个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 会有一个按钮就是新增到资料库 不过 这个这个这个 当掉了OK 把它重新再启动一下 那 OK好来 那这个地方 开发人员 切过来 再把它点两下 OK好 又恢复正常 感觉 OK 那再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等一下解决就是这个 新增到资料库这个按钮 那这个新增到资料库这个按钮呢 实际上就是新增一笔而已 这一笔的话是最下面那一笔 帮我写到资料库 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 那要怎么样 运行 特别注意 第一个 请你把这个按钮打开来 打开来 预设里面应该是空的 那不过我现在已经有写东西 理论上里面应该是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会呼叫什么 Record底线Click的一个事件 那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底下这边也应该是空的 我先把它删掉 那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刚刚的程式把它放进来呢 第一个 请各位 把刚刚云端的这个程式码 这一段 一直到底下 这些把它怎么样 Copy一下 Ctrl C 然后呢 再切到这个地方 把这些把它盖过去好了 因为名称一样 那这里的话 就会产生 第一个 我要先知道 现在 由D1去侦测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那我要怎么知道 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吗 因为我要 写到资料库的是 最下面一笔的记录 最下面 OK 所以那个 最下面一笔记录是R 那再来的话呢 Core有什么呢 利用 ADO新增资料 那这一个这个程序的话 就在底下 所以我们在Core的时候的话 要把底下这个也顺便Core过来 利用ADO新增资料 那因为我们 需要新增的资料总共有 几个栏位呢 1234 5个栏位 对不对 所以这底下我有传 ABCDE 那分别传的是 R 列 我不知道第几列 H是第3列 D栏到H栏 刚好无笔资料 应该5个栏位的资料 一个罗伯一个坑 那利用什么呢 利用传参数的方法 传过来 给他 他帮我去处理 所以 特别注意 贴过来之后 稍微看一下程式码 其实不是很复杂 那这些程式码 将来 你们在 实际上运作的时候 都派得上用场 方法都一样 OK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就是 我们要把资料 写到资料库里面 我讲过 因为Israel本来是 不能够写资料到资料库 必须要透过一个所谓的外挂 那那个外挂叫ADO 应该有印象吧 也不论是查询 或者是新增都要 那怎么样把那个外挂叫进来呢 工具里面的 设定用项目 里面特别注意 这个要打勾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无论你是查询 无论你是新增 都要把这个ADO给叫进来 它的名称叫 Microsoft ActiveEx Data Object 2.8 当然如果有更新的版本 你可以用更新的版本 Library OK按确定 特别注意喔 如果预设没打勾的话 你记得一定要打勾 否则的话 他就会卡在 特别是他的顺序是 Microsoft 往下找 大概是Upture 这边好像有6.1了 我没试过6.1 我没有2.8 比较保险 OK确定 好 第一步 一定要引用ADO 因为如果你没有引用ADO的话 就一定会卡在哪里呢 卡在这里 这边有个什么呢 宣告物件 这个地方会卡住喔 这个叫ADO 就是一个外貨 可以去连资料库的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 利用这个ADO 去帮我开启 什么 开启 这个 SS的资料库 然后位置 刚好就是在 List Workbook的 PASS 也就是说 同样 在这个工作部 一样的 跟幕屋底下 点PASS 比如说我在桌面 他这个点PASS 就会在桌面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将来这个位置 不是在桌面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一个路径给他 那当然包括就是说 如果你们 比如说公司内部有网方的话 你也可以指定一台电脑 给他 他也可以去帮你去指向那部电脑的 某一个 分享的资料夹 里面的某一个S的资料库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 呼叫的资料库是 防贷.mdb 不过特别注意 点mdb 请你把它改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是 ACCDB 不是mdb 所以 把副档名改一下 ACCDB 因为如果你副档名错误的话 他也会抓错 OK 然后开启 这个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在底下 这个底下有 Insert into 那前面我们讲过 这个叫SQL语法 SQL SQL语法 SQL语法里面的话 查询是叫select select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新增一笔资料 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他叫Insert into 这个是惯用的 你们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我建议各位 可以Google一下 叫SQL教学 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更详细的说明 那他的格式一定是什么 Insert into 哪一个table 比如说我们在 资料库里面有一个 资料表 就是table 名称也叫房贷 所以我今天要新增一笔资料 到那个资料表里面 那特别是后面刮壶就是告诉他说哪些栏位 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这五个栏位 实际上特别是要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所以你如果要避免一个字都 不能打错的 不会打错的话 你可以利用复制的啦 有时候你避免错误 你干脆把这一些 把它复制之后呢 贴到 这个瓜糊后面 中间加上豆点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 加一个空白 后面呢 就是Values Values 再一个空白 Values指的就是说 你要Insert 一定告诉他栏位 哪几个栏位 后面的话呢 Values 你要新增的 资料 那因为我们可以借由参数 传A B C D E 三个 所以这个后面的话就是 串接一个A B C D E 中间加豆点 不过我想串接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那这里因为呢 我们新增资料全部都是数字 所以 前后都不用单引号 如果你将来新增的资料里面 有文字的话 记得 前后都要单引号 这个好像在前面 我们在查询里面遇到过 那其实 最容易犯错的就是说 SQL语法里面 如果是文字的话 记得要加上单引号 OK 这个地方的话 要特别注意 然后最后执行什么 执行 连线 的这个 excue的一个方法 这个excue 就是说 我 上面 只是把那个 SQL 要写入的那个语法 先组出来 串接起来 最后的话呢 交给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库连线 去做执行的动作 就是什么excue 然后把上面这个 SQL 这个SQL 就把上面串接串接 串接出来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完成 写入动作 那我们来试一下 不过 因为我们这边 看 比较不容易看 我用远端遥控 这边 比较可以 清楚看到 这边的话 我也把它改一下 这个远端的 ACCD B OK 这个改 这个其他应该都不用改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就是 我 开启这个 对不对 然后 再来 我用那个 设定一个中断点 不然的话这样跑 可能太快 所以我在 这个地方是个中断点 那我们竹簧来看 那一样新增一笔资料 比如说我存一个2000万 然后利率的话是 2.1 那20年 OK按一个开始计算 OK 那这边有一笔 我要把这一笔 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这一笔记录 按新增到资料 灌下去 那因为我有设一个中断点 所以 卡在这里 接下来的话 按F8 我们来看一下 诸方看一下 R的话取得是 3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新增的那一笔记录是在第3 列 第3列 就是在这一笔 这一列 那第3列呢 分别抓到这些资料 所以 F8 那你会发现因为我call 这个程序 那分别传进来的就是 2000 万 然后再来就是 0.021 就是 2.1 那再来就是 20年 再来是 每个月要缴的 然后总共利息 那这些资料的话 我要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然后按F8 这个时候 有没有 这边过了 表示说ADO没有问题 再来的话呢 这一行 按F8 如果这一行 过的话 那表示说你的资料库他也找到了 这个在桌面上的这一行 这一行 房贷 点 ACCDB 因为我刚好是放在旁边 所以 Excel 旁边就是 SS 然后再来怎么样 组那个字串 所以这个Seql 现在组出来的话 是Insert into 所以里面的话 是Insert into 当然如果你要看里面的话 你可以按Ctrl Q 再把它 问号 打一个 Sql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现在里面的值 是这样 Insert into 现在还没有 因为后面还没有 Values 要输入什么 所以再按一个F8 那后面又串一个 所以我再按一个Seql 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后面的话 就是Insert into 房贷 哪些栏位 然后Values 就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刚好五个 再来的话 执行 也就是说把 我们这一个 Seql语法 就是新增的 Seql语法 传给SS 请SS 帮我处理 你就帮我 把 这一笔记录 写到 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特别重要是 Excel的动作 F8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把它关闭 Nothing 结束掉 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一笔 一笔 现在只有一笔记录写进去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那笔记录写进去呢 接下来 一样 我把那个 资料库开起来 大概就知道了 资料库呢 我放的位置是在桌面上 所以我把资料库打开来好了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你们可能等一下 这部分 大概也只能看我练习 如果 有同学自己有带电脑的话 不然的话就是回去 找个房贷打开 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一笔记录就进来了 有没有 特别注意 以后 这一定要找 找机会练习 因为你如果没有练习的话 这个是 比较 抽象的 但是如果说 你有记录写进去的话 你就会觉得 感觉比较有成就感 那其实说真的 尤其早期 我在光写这程式的时候 常常出问题 尤其是刚开始 最早以前 因为主次串 这个看起来没什么 但实际上 吃最多苦头的 就底下这个 Sickel语法 就是这一串 有没有 insert into这个 因为 这个 Sickel语法主要是跟 资料库沟通 的一个语法 它差一个字 一个空白 只要错误的话 通通 就卡住了 卡在哪一行 一定会卡在 SQ这一行 因为 你传给他 他会看不懂 他不知道怎么写入 所以 一点点错误都不行 这一点的话 我想 各位试一下 这个 这个地方 就是 一定要找 东西来试 而且不止这个范例 你们可以找 工作上面 只要遇到 需要写资料到资料库里面去的 通通可以 试用 那当然不是说只是 SS 你如果 后端是 SQL server 或者是其他资料库 也 通通 没有问题 那怎么做修改呢 最重要是从这一行修改 就是 连接资料库 这一行 有没有 我这个有个provider 这一行 对不对 其实如果说你们将来呢 假如是 可能有些同学 应该是用什么 像 金融界有很多是用那个 SQL server 或者是用Oracle 那如果你要连接的话 我交给我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 都有连 连线自串 那个网站叫做 TripleW.Connection Connection C O N N 然后 E C T I T I O N Connection 这个就Connection 后面加一个 street.com 这个网站 他把 所有的 资料库连线呢 通通帮你集结在一起 比如说你今天是SS 你就点SS 这边SS 他所有的比如说像 我刚刚用的是12的版本 所以你会发现 我刚刚的Provider 其实是从这边出来的 这一串 其实我是从这边 Ctrl C C Ctrl V 过去的 这样我就知道 怎么样 就是 怎么样 去跟SS连线 那另外的话 他还有提供 有没有 Password 有些资料库 有Password 怎么做 还有就是说 网路 比如说他有个 Network Location 也就是如果网方 怎么做 他这边有 有范例 比如说你 将来 也许 会用网方的方式 Data source 后面的话 就可以用斜线斜线 然后告诉他说哪一台电脑 跟哪一个目录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连线 不会有问题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 比如说你是用什么 SQL server 的话 那在 外面这边有 SQL server SQL server 连线呢 看你是哪个版本 比如说你的版本是 这个比较常见 底下这个 那你就把这个连线字串 把它改过 其实 就可以连结资料库 不会有 不会有问题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这边的话 主要就是了解一下 怎么样把刚刚的资料库新增 只是说你们现在新增 可能没办法直接看到 但是 新增过去 应该没问题 我想各位试一下 然后画面先换给各位试一下